深毒一分钟,你的健康深毒管 叶峰主任医师,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,呼吸内科副主任 人被流感偷袭,两到四天后才会出现症状 最常见咽喉痛、咳嗽、鼻色、流涕等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 可能伴随发热、头痛、全身酸痛、乏力、食欲减退等全身症状 还可能会出现呕吐、腹痛、腹泻等消化道症状 感染流感病毒后,注意休息、好好养病 大部分人一两周后就会慢慢痊愈 但如果你感染的病毒极其凶残 免疫系统对它束手不策,那你就摊上大事了 轻者搞出个肺炎 重者会搞出来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、纠克、多脏器功能衰竭等 就算用最牛叉的抗病毒药物上呼吸机、进ICU、花个几十万 也有可能一命呜呼 伤独是个宝,常看身体好